大雨过后一定要学会的操作 比浇水施肥还要重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将 您知道大雨过后我们需要干什么事情呢 除了把花盆里面的积水倒掉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比浇水施肥还要重要 什么事情 就是给植物杀菌 由于我们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 空气里面的有害成分已经传播下来了 加上比较湿润的环境 特别容易滋生各种的细菌 我们大雨过后 很多植物都会出现双霉病 叶斑病 这些细菌引起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在大雨过后 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有害细菌 或者环境给杀灭掉 如果不能及时处理 您就会发现 您知道的植物很快就会出问题了 我去年养的一批南瓜 就出现了很严重的双霉病 后来处理了 但是效果也不好 最后只能把它传播拔掉 所以大雨过后 啥也不干 先杀菌 当然 及时的把瓜盆里面的积水 先清理掉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都下了三天的雨 相信这个土壤都湿透了 这个植物也喝饱了水 也不需要那么多水 先把这个水倒掉 不把它倒掉 里面就很容易滋生各种的细菌 还有虫卵 蚊子呢 就是最喜欢在里面产卵的 我可不想楼顶有那么多的虫卵 当然了 这些枯枝败叶 全部被打下来 也要及时帮它处理掉 因为不把它处理 就会在这里烂掉 然后呢 会引来各种的问题 除了蚊子虫子之外 还有了就是细菌 那我们怎么处理细菌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是不用去外面买什么杀菌剂 杀虫剂 这些都不用的 超市里面就有很好的杀菌剂 这个是实用小树打 我们按照1比5000的比例 进行那个溶解 然后就可以直接拿来喷我们的植物了 效果可是真的非常好的 但是呢 大家记住 浓度不能太高 我去年就尝试过 用1比1000的比例去进行操作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 把我植物的叶变给烧掉了 所以最好一种方法呢 是少量多次 一点点 就这个量呢 基本上就够你家10来喷的植物了 再加一点吧 一般情况我是1比5000的比例 然后连续喷三次 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杀菌作用了 先用少量的水 把它溶解一下 全部溶解完之后呢 装到大喷壶里面去 最后喷壶里面再次的加油清水 比例就是1比5000了 咱们喷的时候注意了 除了喷植物表面的叶片呢 下面的叶片还有土壤呢 也要喷一下 这样才能起到非常好的杀菌作用 如果你仅仅是喷植物的正面 叶片的正面 然后下面你看 喷完之后这里还是干巴巴了 那么您就会发现呢 这个小问题呢 这细菌的问题呢 还是没有很好的处理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慢慢一片一片 慢慢喷 然后把毒氧也彻底的喷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下完雨之后呢 如果你去果园呢 或者花卉市场呢 你就可以看见了很多农民 或者花将呢 都在干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不断的给植物喷药 而他们喷的就是这种杀菌药 当然了 他们用的可能是专业的农用的杀菌药 而我们用的就是这些食用的小苏打 但是我在用过时候呢 我发现了这个队 一般病啊 双霉病啊 大部分我们花盆可能会出现的细菌问题呢 都能起到很好的预防 还有杀菌作用 它喷在花盆里面之后呢 我就发现了 我的花盆里面从此之后 少了很多细菌的问题 当然了 浓度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无论是喷什么东西 一定要学会一个叫薄肥禽丝 另外呢 小苏打本身呢 它溶于水 比较容易溶解于水 但是呢 由于我们知道有些有些植物的叶片呢都是很薄很小的 蒸叶一样的 所以呢 为了让这个小苏打颗里 粘附在我们的植物叶片 我们可以少量的 加一丁丁的洗衣粉下去 这样的小苏打呢 就可以在植物的叶片 停留更多的时间 然后呢 更好的杀灭细菌 其实花盆里面 无论出现什么细菌问题 它就可以解决 非常的省事 赏值 而且简单 最重要 便宜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将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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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